今天是來關心的就是 菲律賓將我們台灣接受的 協商去中國這件事 現在引起了台灣跟菲律賓關係緊張 這個菲律賓的第四代羅哈斯長 為了告訴台灣 和華高部長 因為很添進行後 有11點鐘的談判 不過羅哈斯在談判的時候 他原來是不想回事 今天會在這麥英雄總統 有來接見羅哈斯 用這個反見的口氣 來支持這個菲律賓處理這件事 有三大策劃 台會兩國的大陣建立的事情 頂起廣告的說話 是在我們要求菲律賓方面 都欠補了之後 再去總統安排這件羅哈斯決賽 當民表達了強烈的部分 明明這個菲律賓處理這件事 有三大策劃 我國的政府與人民 可以說是強烈的憤怒 我希望貴國政府 要為這件事情所犯的錯誤 負起責任 並且表達歉意 我也要求特使先生 將我的意思轉達給貴國的 要回答總統 南郎 由總統當民 提出要求菲律賓 正是做憲 那麼會影響到台會關係 馬總統的定義 因為自21號到2點半開始 也有到頭上的馬來上市的談判 外國部長已經很慘 正入手的背叛到 菲律賓的第3路哈斯 驚慘驚慘 所以在這結果 也有遺憾沒有作憲 這是有可能性 要求歉意嗎 這件事已經被政府 從我們視聚的視聚 而這件事並非我規定的規定 今天等到11點 情緒談判 雖然在公開 情侶如意 但是在賓門回應上 為了台陷欠力的事情 來說明的路哈斯 雖然出席了 菲律賓總統 愛國人的情報 他請官遺憾 作為菲律賓的政策立場 但是我們要在的是度限 在我們共內的要求 一下路哈斯 國安市當民家電費 讓馬林仔的國賺來清晰 但是菲律賓議員 不願意使用度限 這個結果 雍正占要是無法接受 在雙方處理過程之中 我也明確地跟他表達 我們有一些 這個非常沒有辦法接受的 這個他們的一些作法 總統府在第一時間 正在那會 沒有後 馬總統很受氣 要求雍正占要進出到地 菲律賓方面 雖然不禁入 不過說 會以加強勁無往來 尊重台灣政府的立場 會謝謝外交作為 並且會聽出 謝謝的官員 以典現生意 記者綜合佈讀